白衣女子撐傘走在路边 一名骑士突然从后方慢慢靠近 下一秒竟然抢走她的包包 两人发声拉扯 女子奋力抵抗 最后摔倒在地 还好没让骑士得逞 只是她全身上下 到处都是伤 被害人一如往常走同样的路线回家 但可以看到这附近都是小吃店 基本上晚餐过后时间就打烊了 加上当时下着雨 路上的人更少 因此成为歹徒的下属目标 把时间拉回案发前十分钟 地点在台北市南港新明街上 只见骑士穿着雨衣 双手背后面老神在在 在空荡荡的马路边四处徘徊 刚从科学园区下班的女工程师 从对象经过 她看到对方落单 连忙跳上机车钻进小巷 尾随犯案没想到抢劫失败 她加速逃逸现场 结果隔天出门时 她坐在机车上 被三里远景团团包围 在自家楼下被堵得正着 只好乖乖伸出双手上铐 逃不到一天就落网 证明是三岁的郭姓嫌犯 没有工作又抢夺 抢到窃盗毒品 一共五十一件前科 一次缺钱买毒 特地从基隆骑到南港 一路遮掩车牌 随机锁定落单妇女行场 犯案后为了躲避追查 还变装逃逸 结果这下不仅钱没抢到 又再多一条前科 TVBS新闻 黄建国 吴玉亚台北报导